在全网都在为张之珍创立时 晋级马德里大师赛八强欢呼呐喊的同时 中国大陆网球三哥布云朝克特 也延续着在挑战赛中连胜的步伐 北京时间5月3日 ATP75K韩国光州网球挑战赛 结束了男子单打下半区第二轮的全部争夺 刚刚在首尔125K 夺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挑战赛 男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 世界排名第242位 再次遭遇上周决赛的对手 赛会7号种子 澳大利亚选手亚历山大武基奇 世界排名第142位 此番比赛的胜利者仍属中国小将 经过一小时36分钟激战 布云朝克特以2比06比47比6的比分 直落两盘战胜对手 实现一周内对武基奇的两连杀 鞋单打7连胜 率先晋级男单8强 晋级8强后 布云朝克特将斩获16个ATP积分 和2200美元奖金 其ATP总积分达到了360分 即使排名上升至第163位 下一轮 布云朝克特将遭遇赛会2号种子 美国选手克里斯托弗尤班克斯 世界排名第90位 这位美国选手 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中一名惊人 从资格赛突围 一路杀进8强 具备了较强的实力 期待布云朝克特能够继续前进 锦浩头条创作挑战赛锦浩 锦浩不云朝克特锦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